刚刚的话我们就用了新建的一个样式文件 然后把它引进来 那么引进来的话 样式引入了页面的方法 我们刚开始用了第一种方法 外联式的 外联式的话通过link标签 把这个样式文件给它引到页面上 那么它们之间就产生关联了 那么实际上的话 我们样式还有这两种使用方法 还有二和三 第二种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是属于嵌入式的 嵌入式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页面上放样式 那么就不用在另外一个 新建一个样式文件的 这种嵌入式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是什么 那么这里再说一下 第一种方式是什么 绝对推荐大家使用的 推荐使用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 HTML和实在是分开的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属于什么部分推荐 部分推荐 不完全推荐 为什么叫部分推荐呢 那么有时候我们需要把样式放到页面上 放到页面上 为什么呢 那么的话就是放到页面上 有时候在什么呢 在性能优化方面有时候是什么 就是会利用这一点做性能优化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淘宝网吧 淘宝 淘宝网的话它是这么做的 大家看一下 点一下 点右键 然后查看网页元代码 大家看一下 那么的话 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面是不是 这里面是不是有样式啊 这个样式是不是放到页面上 看见没有 这个太吓人了 那么它为什么要把这个样式放到页面上呢 它主要是为了做什么呢 性能优化 一般是我们首页的时候可以这么做 首页的话把这个样式放到页面上 就是我们用户在访问网站的时候 一个网站的什么 第一屏 是不是显示的越快越好啊 是吧 如果你这个网站显示的很慢 有个人在那转半天 什么都看不到 是不是用户就走了 是不是这样的 是影响用户体验吧 那么像这种方式的话 把这个样式放到页面上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有些 比如说首页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技巧 首页可以用这个技巧 好 这是关于什么呢 第二种 第二种什么 加入样式的方式 好 第二种加入样式的方式 那我们来写一下 来写一下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 我们直接在这个页面上写样式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写呢 那么就写这个 用这个什么 时代标签吧 时代标签 这个时代标签的话 还是什么呢 把它放到什么 放到这个head里面 是吧 head里面 可以看一下啊 它还是属于head标签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head标签里面啊 好 那么用这个时代标签 比如说在这里啊 style 是这样的啊 tyle 用这个时代标签 那么又写了一个新标签吧 这个新标签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在里面放样式 明白没有 放样式啊 好 来看写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第一种 是吧 这是第一种 是吧 第一种 第一种 插入 样式的 方式 是吧 这是第一种方式吧 啊 好 接下来 这个是第二种方式吧 啊 第二种方式啊 好 这个是 第二种啊 第二种 插入 样式 样式 样式的方式啊 我要写错了 好 那么的话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明白没有 在这个是在标签里面 直接写样式啊 刚刚我们写的是 在这个里面写是吧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写到这里来啊 这里来的话 那为了区分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写啊 比如说 我这里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h标签吧 比如说这里来一个h h1是吧 h1标签 比如说这个是页面标题 是不是这样的啊 页面标题啊 页面标题啊 标题 好 那么这个h1标签 本身它是不是 自己带来样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是吧 页面标题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也想设置它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设置它的样式 那么我怎么设呢 一样的 是吧 我们先写一个什么 选择器吧 是吧 h1 是不是这样的啊 写一个选择器 这么这个h1的话 跟我们刚才写的drv 是不是同一种选择器啊 这叫做什么 标签选择器 明白没有 那么它就什么呢 页面上 凡着有h1这种标签的话 那么就用我这种样式 是吧 那么我可以写它的什么呢 比如说什么呢 我写风的size 是不是可以啊 风的size啊 风的size的话 假如我给它一个20px 这个是20像素吧 好 我这么写完之后 那么这个样式 是不是会影响到它 影响到它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变成20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它原始的这个字体大小 是不是比20应该大了 是不是 现在的话 它用我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用我写的样式吧 用我写的这个20的样式啊 20大小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我同样的也可以写一个什么呢 color 是吧 color 大家记得color 就是设置文字颜色的啊 color就是设置文字颜色的 后面航母们 我们还会学其他的color啊 总共有 总共应该是有三种color啊 三种color常用的 比如说文字颜色是用color啊 后面还有什么 一个background color 背景色是吧 好 那么后面再说啊 color 大家记得color就是设置什么呢 文字的颜色的啊 比如说我这里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 gold 这个是什么呢 金色是吧 金色啊 好 好 这个再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变成这个金色啊 是吧 gold啊 好 这个是不是给它关联起来了啊 是吧 好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种方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第二种方式 这个样式的话相当于是 这个页面上是不是 用了两种使用样式的方式啊 是吧 好 第二种方式 那么的话我们在后面讲课的时候 就用这种方式来讲课啊 大家如果后面开发的话 建议就是用第一种方式来做 好吧 讲课用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比较直观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方式插入样式啊 第三种方式插入样式的话 怎么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以前 我们在做网页的时候 不规范的时候 会用到那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目前也在 也什么 也用下来了 而且什么 呃 有些地方会用到啊 第三种方式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啊 再写一个什么呢 我写一个A标签啊 比如说我再写一个链接吧 好 好 再写一个链接 比如说这个 链接A hf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http 然后是 3w.itcase的 都是一样的 是吧 好 这个是链接到传制播客 是网站的 是吧 传制播客 好 那么的话 这个A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 来看一下 是吧 那么它就是一个链接吧 是一个链接啊 好 那么这个链接的话 如果我想给它的样式呢 给它样式 那么给它样式 但是我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里面写这个 写这个A 写这个A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写啊 这里可以写它的样式吧 是吧 这里可以写它的样式啊 写样式的话 那么比如说这个 写它的什么 photosize啊 或者color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方式啊 第三种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直接在标签里面写样式 明白没有 直接在标签里面写样式啊 那么在标签里面怎么写样式呢 标签里面写样式的话怎么写呢 那么用标签里面有个什么 有个时代属性啊 STYLE啊 这个时代属性可以写样式啊 那么这么写的时候就怎么样呢 这个写的这个样式是直接属于这个标签的 明白没有 它直接是属于这个标签的 那么没必要把它们关联吧 因为我直接在这个标签里面写 明白没有 好 这个时候我写一个 RonalSize 假如说还是来个20px 是这样的 好 这来个color是吧 color color的话假如来一个 来一个什么 pink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个粉色啊 粉色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这个什么 这个样式是不是作用于这个标签呢 明白没有 作用于这个标签 好 再来看一下啊 那我再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变成粉色了 变成粉色是吧 然后变成20吧 好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种插入样式的方式 是吧 第三种插入样式的方式啊 好 好 总共这三种方式啊 总共这三种方式的话 那么就是 那么推荐的就是第一种是吧 第一种的话我们用一个样式文件来做啊 好 那么这个叫外面式是吧 外面式 外面 外面式啊 这个叫 内嵌式是吧 内嵌 内嵌式 这个属于行类样式是吧 属于行类 好 这三种啊 这三种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三种这种插入样式的方式 是不是怎么样 我们把样式跟什么 HTML代码是不是混在一块啊 混在一块 是不是导致这个HTML代码是变得很荣余啊 变得很荣余啊 这种方式肯定是不推荐的 是吧 不推荐的 但是大家怎么样 要知道有这种方式吧 知道有这种方式啊 这种方式可能不推荐的 那么这种方式在以前什么呢 那种什么呢 就是初放型开发网页的时代 是吧 我们就不乱地写这个样式啊 写标签啊 那么那个时候会 大家会看到这种代码啊 写的乱七八糟的那种网页啊 现在是什么 规范化了 是吧 规范化了啊 那么有些网页可能还是这么写样式的啊 就这么写的 直接插在这个标签里面啊 好 这是这种三种什么 插入样式的方式啊 三种插入样式的方式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样式啊 好 三种这个方式啊 三种这种方式的话 应该是比较好理解啊 比较好理解的啊 主要是第二种方式和第三种方式是什么 一个是用了什么 时代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个是用时代标签 这个是用了什么 时代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里面啊 里面怎么写就怎么写 是吧 写的方式都是一样吗 是吧 第三种方式的话怎么样 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这个选择器吧 不需要选择器啊 好 不需要选择器 好 这是关于这个 钥匙的一些东西啊 钥匙的一些东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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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